我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我本科是读财管的,然后我是一直是想说研究生的话转码或者说转数据这一块的,或者说是申请金融工程,但是现在因为这个计划是被耽搁了两年这样,但是我还是想说尽量的能出去拿个PR这样。 完了之后,我上周又跟我一个在加拿大的一个朋友还读企划机的,也咨询过,但他的一点是讲说如果是转码的话,来加拿大是可以直接是拿到PR的,美国的话就不一定,因为他OPT跟H1B的签证不一定能要得到。 所以我现在是在考虑说我要不要直接转CIS,还是说就是继续读我就是数据方向,数据分析,或者说往金融方向读研究生。 你在加拿大其实是两个都可以,说实话。 会影响说留下来拿PR吗? 就是你说这三个方向,首先你说纯Compure Science对吧,你想读一个词是没有问题的,然后Data比如说Data Science是一个是一个方向没有问题,你想读一个金融这个是有问题的,你可能在加拿大不会那么顺利的找工作。 好,因为我是很怕说就是如果没办法找工作的话,PR可能就拿不下来,美国那边OPT可能就大家就是, 我说OPT延期一年之后,大陆有,遥不到H1B的话就只能会666回国了,但是我的本身目的就是说想拿个PR再回国或留在当地都是一个对我来讲是比较好的选择,我就多一个选项了。 嗯,您本科哪里的,是湖南的吗? 我是福建的。 哦,您本科是? 是福建的一个二本,没有什么参考,不是一个好学校,但是本科的时候也是去,为了就是留学的事情也是刷了祭典啊,然后还有就是数学建模的比赛都有参加。 你要觉得自己够一个master的话,你去建加读一master是最好的,不够的话去建加读一certificate也是够的。 certificate是这个项目是? 就是一些college有一些,不是degree,没有degree,就是一个证书吧,就像你把那个别人的那个,一些大二大三的课,修一部分,然后他给你一个certificate。 哦,那我能不能就是证书。 嗯,嗯,嗯,那我可以先修这个certificate,然后再读一个master吗? 因为我觉得就是本科和加拿大如果我特别是要转码的话,还是有一些知识跟技能,没有办法马上的行迹上的。 对的,对的,你可以试试,你可以问一下你那些金融的朋友们有没有在加拿大找工作,长得怎么样? 在我看起来。 我,我读金融的朋友,像他们就直接加拿大,就直接回国了,他们就不想留在加拿大。 但是读CS的朋友是有,是有留在加拿大的。 然后美国的朋友的话,他们主要是,就是后面在出国读JD或者LM。 对的,他们跟我讲的是一样的,他们不是说不想留在加拿大,他们知道金融在加拿大找工作是稀稀困难的名字。 对,而且我感觉金融现在读的人太多了,就我觉得我,尤其是我本科的学校并没有什么优势。 但是在挤进来的话,其实是有一点,有一点不自量力吧,我觉得。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因为加拿大那些白人,那些多伦多大学,什么UBC,他们那些最顶级的白人,他们也在读金融,也在找工作。 他们都找不到很好的,他们都找不到多少钱的工作。 就是咱们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徒生徒长的中国人,然后读了四年本科,然后在加拿大在读一master,是有难度的。 对,但我其实就业的话,我想要做的方向还是想说往金融,或者说投行这一块走。 对,但是我跟你说,那个机会很少首先,那个产业远远比Computer Science,远远比编程Coding,比IT要少得多,比Tech要少得多。 其次,那个领域,门槛相对来说比较低,就是说所有的精英的小孩都希望自己往那方面上走。 任何聪明的小孩,就是有钱人家的小孩哪怕他不够很聪明,他也希望做金融行业去,明白吗? 所以他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对,了解这一块。 如果你是做Quant,比如说你派他设读一个Master of Financial Engineering,你做Quant可能比那个要好一些,但说实话比张成学还是要难很多。 就是说这个是有难度的,我不是说不行,就是说你如果非常努力,你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你也知道你这个非常努力可能是十倍或者是几十倍的努力。 要,要,要,对,我就不知道说我能不能自己承受这个压力,就是做矿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直接规划。 毕竟销售这个东西,它吃我的一个,怎么说吧,综合能力,而且在国内其实也很吃我爸妈背景跟关系。 而且,我不知道你要不要做Quant,做Quant应该是中国人进入金融里面最容易的一个方向,但是做Quant也是需要,就是在北美来说,你需要前几,前几大的这个MFE的项目毕业之后,你才有可能找到工作。 就比如说第六名以后的这个Program,这个学校,这个Program,你是找不到工作的,你明白这意思吗? 我知道,那对申请压力来讲是好大呀。 对的,你要跟那些北大清华的那些数学系的人去抢,他们毕业之后可能找到工作,也可能找不到。 你要跟他们首先抢读这个学位,然后你才能毕业的,这个是,这个,但是你这个已经比从事金融行业要简单一些了,说实话。 你明白这个难度吗?就是说这个难度,我可能跟你说十倍二十倍,你不理解十倍二十倍是多难,我告诉你,就是说你要做Quant,哪怕你退一退去一次做Quant,你也要跟那些北大的清华的那些GPA特别高的人去抢那个项目,然后毕业之后你跟他们抢工作,你前五的,前四前五的Program才能抢到一个,可能跟其他的Soft Engineer起薪一样的工作,明白吗? 这个太难了,这个太难了。 所以说我,我就是这个,这个,这个难度,我要给你趋向化的表达出来,你现在明白,为什么我不希望,就是,就是,就是说那个,我知道Turrent有很多银行,对吧,就是,我,我周围有很多朋友在那里去,就是读书毕业,然后工作,他们都是,嗯,几年前了嘛,就是我不知道现在这个Recession期间好不好找,了解,因为我,我去,如果找的话,你要跟那些,如果你要找的话, 你要跟那些多伦多大学本科的那些,什么什么什么,Rootman那些Bincet School,那些本科毕业的,加拿大最聪明的,最有钱的小孩,去抢一份这样的工作,其实是对你来说,比之前做矿的还要难,明白吗? 我是有认识多大,然后本科毕业,当然她学会计方向的一个女孩子,但她也是,没有打了留在加拿大,是想说直接回国,具体这个方向,我没有问她是工作不好找,还是她的原本计划就是回国,嗯,然后,我现在情况是,如果我在国内的话,尤其是我在福建, 应该这么说,就是说,如果国内有一份特别好的工作,她回国,是make sense的,一般人来说,就是说,她就,她知道这个种子能够有多难,她就没有打算找,不可能说,我有一份工作offer在这里,然后,她不,她不要这份工作offer,她直接回国,这个,这个不make sense,明白吗? OK,OK,了解了,了解了,谢谢,我主要其实,嗯,想要再去读一个master,一个是为了PR,另外一个是也想说,就提升一下我以后找工作的层次,因为现在,这个本科出来,这个学历能,能带我去直接找到的工作机会太,太少,太少,而且现在国内就是考编,考研,就是都让我觉得,就,花费的成本太大,但是,所得到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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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应该,你就不用去想那些东西,那些东西就浪费时间,对,对,因为70%,80%都是,淘汰掉的,就是浪费时间,你不用想那些东西,是,是,那行,那行,那行,我现在有一个抉择,那就是我想问一下,老师,如果我平时想要说,多了解一下这方面,学校啊,还有专业,就业前景这一块的,有没有什么基讯的平台推荐呢? 嗯,一亩三分地啊,什么之类的都可以,然后看我推特也行,等我说实话,这个东西,嗯,就是找你周围认识的人,在那里工作的那些人,你去问问他们今年怎么样,因为,你看到网络上,网络上的这些东西也可能有bias,然后你现实中的人也有bias,你要多听过问吧,就是, 好嘞,好嘞,行,行,因为我感觉一亩三分地上面,美国的情况会多一点,然后,还有网络的情况会多一点,今年的情况少,不会那么新,消息不会那么新 嗯,今年就是非常难,我跟你说,今天所有说的行业都非常难,我甚至可以,认为可能今年,比如金融毕业的很多人,在美国可能中国人找到工作 比你想,比你,以前那么难的情况下,还要难一些 对,所以我也是想说,如果是同样是花钱的话,去加拿大的钱还更少,是,只要三分之一的钱,去美国可能要两百,两百万吧,可能就是生活上,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你这个美国又便宜的 美国便宜的需要大,到处都是,你只要好好找,就能找到便宜的啊 OK,了解了,行,行,那我去看一下 好,好,我去看一下,最好还是加拿大吧,如果为了PR考虑的话,看看有没有那种就是零基础的Master,Master项目 NEU,Vancouver,你看,你没有看我推特吧,我写的很清楚了 加拿大,NEU,Vancouver,可能那个贵,那个是还稍微贵一点,但是那个是加拿大一个零基础的一个,应该是 我回去翻一下,因为这几天都没有怎么看推特 好的,今天看到有这个连麦,我就直接点进来了 好的,那希望大家去,主要去我Discord里面有一个,有一个干货的一个channel,我们会把有用的东西都放到那里面去 这个推吗 啊,什么 你别砍了 好,他可能砍了 那我先把那个其他的,其他这些你有什么要说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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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说,直接说 党宝,那个曾博说你,说你在美国没有工作过,是真的吗 哎,你,你为什么要信这种谣言呢,你如果信这种谣言的话,我真的 那你好,推什么 党宝,党宝,你领营叫什么 你说什么 你领营叫什么 我领营就是我的真名啊 就是王力然吗 不是,不是,你要想为什么,你直接在这里问我 就我想问一下,您之前在哪里工作 我之前在 你要是我投资人,我可以给你看我简历,你不是的话,这是一个网络平台 我没有,问一下领营吗 你是我投资人的话,我可以给你看 好吧 他,说我没有工作过什么,你没有看过 我的Github吗 没了 就至少我的Github你就看过吧 就是如果这种东西,这么蠢的话,你也信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你没有工作过 哦,对,对,对,是的,我确实在找工作 我问你,你是干嘛的呀,就是 我CS啊,我跑 我觉得你,我觉得你,我觉得就是这种,这种蠢话你都信,你就不会Google一下,然后我觉得 你是,你是,你也是够蠢的 哎,就问,主要就是看你和,就是问一下你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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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博宝最近的,你有,你有正事没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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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卖,我必买,我必买 你好,你好,我可以说吗 好,说说说,直接说 你好,立导老师,你好,我,我现在大概是,呃,呃,是一个准大一的新生 我学的专业是那个,传媒类的专业,然后呢,我就考虑说,就是要不要 就去学一下那个,就是您说的那个,4S项目之类的 然后好为,未来那个,出去啊,更好打一些基础之类的 呃,传媒,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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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打算在,嗯, 嗯,学哪类的4S类,Compure Science有很多呀 呃,我现在,其实我现在对那个不太了解,呃,我之前看了一下 您发的那个推特里面,就有那些大概的项目 我,哦,对不起,我现在不太了解那个4S具体的那些项目 所以说,好的,那不了解,就去学前端,好了 嗯,就去Frontend,然后,我有,我有,我有几个课,你可以看 免费的,也可以看,收费的,也可以看什么,都可以看 哦,现在,我听说就是,呃,您了解日本那边的那个 那个ID行业的就业情况,听说那边的,呃,就业的 我不了解,哦,好吧,好吧,行,谢谢,谢谢你 嗯,我闭,闭迈了,啊,直接说,直接说 嗯,多内容,我想问一下,就是,呃,在美国学,新媒体 研究这个专业,在美国就业市场 大不大 是那个谁 是你一开始在说吗 是我在说 不是 不是是我 我在这 我在这 喂 好的好的 那那个你再说吧 我刚才可能有点卡了 你说吧 有点卡 喂 那我说了 就是在美国学 那个新媒体研究 这个硕士专业 未来就业市场 好不好 请立大老师 跟我指导一下 明白吗 喂 心理学研究 就业市场是零 明白了吗 新媒体研究 新媒体研究 什么叫新媒体研究 你打算 你打算学什么样专业 communication吗 学那个新媒体 就是在美国的就业市场 是零 对于你来说是零 哦 真的 立大老师 我能插个嘴吗 你说你说 立大老师 你好 跟你打个招呼 你好你好你好 我觉得立大老师 其实说的已经很明白了 现在美利坚 最容易最好的 就是computer science 就是计算机 你就不要去想 就是新媒体研究 就是您 您有过什么 就是这种 这种行业 这种人特别多 很多人学没学过 都想来干 他们都是美国人 都是从小到大 说了几十年的美国话 然后每天看YouTube 然后听Spotify的歌 就是轮不到咱们中国人来做 明白吗 哦 明白明白明白 就是你要看看 那我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向可以努力 计算机 离开这个专业 计算机啊 计算机夸的行业太大了 那你不夸的话 你可以试一试 不夸行业 能不能找到像类似的工作 好吧 你可以试一下 哪一块 再说一句 你随便 随便你干什么都行 你看看不夸行业 你能不能找到类似的工作 你会很难 有些人找到 比如说 有些人找到 但是你要像他们一样努力 像他们一样优秀 你是非常难的 您本科在哪里 您是哪个 是985还是C9 其他朋友要说吗 立党老师 我能上一下 你就说 你科技什么呀 你 没有 我跟你唠唠科 没有就记得 我占用两三分钟时间 你就是说 都是你的 就是说说 很多人就是说 把国内思维 带到了国外 就是说 我在国内学的什么东西 学什么新媒体 什么的 我要去美国也学 然后在美国 能不能就业 其实兄弟 你是越南人 你说的是越南话 你没有越 你没有美国绿卡 你没有美国国籍 你在美国 说句大的良心话 你没有 你不学CS 你没绿卡 你什么都不行 除非你有别的本事 你通过别的什么 你妈牛逼 你爸牛逼 你帮你办个什么投资移民 或者你去想办法 搞张什么 怎么花点钱 买商婚 搞张绿卡之类的 然后你在美国 才能通过这个绿卡 或者说你再学点英语 做个什么房产中介 干哪些人 赔的工作呢 赚到钱 我就说这些人 他就读了四年本科 他就说他这个 他就说他不想挂行业 我说您干嘛呢 你就读了四年本科 你就不想挂行业了 就 你才修了几门专业课呀 您的成本有那么 有那么贵重吗 这真是的 所以很多人都不愿意去想这个东西 你是越南人 你在美国不学CS 就没有立足之地的 因为目前CS是美国最容易打率的 但是也就是说 也不能一大学 比如说你学WQME的话 你是可以找到立足之地 但是呢 你要付出 就是真literally的 五倍十倍的努力 才能达到那个效果 达到那个水平 就是一般人 他其实他连一倍都付出不了的时候 你跟他说这个没有用 所以很多人就骂你们说 哎呀 移民哪那么容易 哪那么简单 立党把移民说简单 其实立党从来没有把移民说得很简单 你没有一个好的家庭环境 没有这个钱 你都要一步步去稳扎稳打去拼的 这是立党在他的那个 他的圈子里面分享的那些干货 怎么样通过少量的钱 先读社区学校 再转到正常本科 然后在毕业之后 怎么怎么找工作 再拿绿卡 一步步要稳扎稳打的走的 不是说这么容易的 很多人都是把移民想得太容易了 然后怎么可能这么容易 然后说 哎呀 立党扎骗 我觉得真的真的没必要 没必要 立党老师 请问一下 大连还有没有希望转码 就是奔寺的人 您之前学有口评吗 本科不是机械专业的 但是毕业之后一直在做编程相关的工作 一直在做编程相关工作是吗 对的 那你这不叫转码 你这就是程序员 但是小公司的话 如果到美国或者加拿大 还有没有希望 您是干哪个行业 哪个公司做什么工作的 以前是做安卓的底层的开发的 我觉得没问题 我觉得没问题 你有多少年经验 就是七八年吧 我觉得应该没有太大 你等recession结束之后 我觉得应该可以了 就是现在大家招的不是很多 说实话 就是各个公司招做不多 去美国或者加拿大 去读一个那种课程 两年的课程 你不要读了 你都工作七八年了 你不需要教育了 那就是这样 是不是不容易拿到身份 人家公司给你offer 他要给你解决身份 这不是你该考虑的事情 是公司考虑的事情 就是直接找工作 不用再读了 对吧 对 好的 好的 谢谢 李老师 我第一次用这个 我看我图像就在你旁边 这个是到我的意思吗 你直接说 你直接说 好嘞 我是之前问过你 那个就是转码的 矿子的吧 大概四月份的时候 您给我讲过 就是要怎么转 具体的 然后我现在就是非常 费解的一个就是 就是DS和那个SDE 包括Quant 它之间 我总觉得特别像 就是我看不出来 就是最起码这个DS和这个Quant 我就觉得没什么区别 然后 没有什么不同点 说实话 怎么会没有 怎么会没有 这俩之间 你只是都觉得Coding 然后对于 有一些什么Processing 但实际上他们的工作的核心 怎么你们的任务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看都是学一个 要学个SQL 然后学个Python 然后 是 但是你们的任务 是完全不一样的呀 我知道 反正 有的人 有的人 有的人拿那个 拿肉片炒一个什么菜 有人拿肉片炒另一个菜 其实两个是完全不同的菜 唯一共同点 就是可能都用点肉片 那就是 那具体 学习的方向 我跟你讲 你想当矿的是吗 我不是想当 您不是我说过 就是你像我这种 不是白人的 就特别难嘛 当矿的 然后也没有位置 不是不是 您如果去好的项目的话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学校是那个 是US 就是50左右的一个 一个非target school的一个学校 但您能升到一个好的program 也没事 就是master 什么MFE 什么什么 financial 什么什么 engineering 什么之类的 那我这个项目 也就一般吧 因为学校一般 学校就是50左右的 是哪个50左右的 因为50左右的友好 也有那个什么一点的 就是那个 马里兰 没问题啊 你申请一个什么 什么CMU 或者是什么UC Berkeley 就是 就是你看那个 那个前几个 前几个什么 还有那个纽约 什么什么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什么什么之类的 就是那几个 最好的几个 你申请就可以了 你如果真想 你如果真想去干的话 你的意思是 就是再读个研究生 是吗 就是我现在已经是研究生 已经是研究生 然后我要 我要再生一个这种名校 不是 你要看 你到底了不了解 矿子 你 我发现你是不了解 就是 好的 好的那个 矿子 从这几个target 这个program里面去招人 对啊 这个我清楚 我就是因为不是这个target 所以我想转码 就是之前跟您聊的事 我就是因为 因为我不是他的target school 所以我就想转DS 但是我周边的有一些同学 就是我们现在研二嘛 然后他们直接想去转那个SDE 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离谱 迷运也不是CS的本科 转SDE 这个从转码的角度上来考虑 是一般 一般就是智商和水平 能在一年之内能达到的吗 就是 这个人和人真的差距非常大 好嘞 好嘞 我明白 我能给你开始论 就是如果比如说你现在 比如说你一年时间 做过比如说200道题 或者300道题 或者说比如说六个月之内 你能做过那么多题 我可能默认 这个不是一个绝对的指标 但是我可能默认 你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 应该是差不多 差不多太多 不好 我刚考了一下 Leader Code做多少题来着 两三百道题差不多吧 五百道题 就六个月之内吧 六个月之内 就差不多 就是一个月 就每天两道题 每天两三道题 如果你能坚持做完一个月的话 就是比如说Easy做一些 Medium做一些 Hard做一些 我觉得你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不行的话 你得多努力 可能就 好嘞 再多问您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不是很愁身份 然后您看我这毕业之后 直接跑到加州跟您混 你看这条路 我也不在加州首先 然后我今年没有人头了 我今年可用的人头都用完了 我不会再招惹了 现在 好嘞 好嘞 不好意思 我再多问一下 就是 如果从这个零技 就是 什么 就是 不论是DS 或者说SD也好 是不是都要从那个数据结构 然后 然后算法 然后一个 然后 然后就是 就是 就是 就是学一个那种CS50 这种课 就可以直接开始刷题了 还是说 还是需要点 基本上这样的 就是 就是一个 就是Data Structure 然后学完就可以了 基本上 对 因为我看我您抖音的那个教程 就感觉就是 跟我当时沟通了 就不太一样 我就专门上麦来再确认一下 反正就是 三大块 对吧 算法 数据结构 然后 就是 没有别的 数据结构和算法 应该是一块吧 就是 你怎么说三大块 好嘞 一块 那好的 谢谢你 谢谢李老师 可以说话吗 喂 你好 那你直接说吧 哦 行 厉党哥好 我今年22岁 然后的话 我已经拿到身份了 是加拿大的分野卡 然后的话 我想问一下 就是 我现在在读这个 Bachelor Degree Computer Software Engineer Bachelor Degree 然后我想问一下的话 是 就是我参加实习的时候 我需要准备哪些 就是我如何申请一份实习工作 你觉得 怎么样比较合适 有几率可以申请到Google 或者 或者Bns 或者 就是 这种 你只要 你 我觉得你就逃吧 你就逃吧 一般 一般都会给你面试的 然后 你现在问题是 你怎么去准备它 你就刷这一招就好了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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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专注于前端的 就是 React JS 还有 JavaScript CSS Bootstrap 这些 就是前端 这些东西 你就直接回 可以了 你把解离弄好一些 你不用担心 但是 我很担心 面试就 过不了 你要去准备 你要去准备 Leadcode 它不会面对 其他的蓝锡币的东西了 它只会面对 行 那我想问一下 Leadcode的话 是 面试 它只会考考Leadcode 什么 不是的 没有人 你面试是从Leadcode里面出 是 有些有面试题 再有人把它加到Leadcode里面去 所以总会有新的题出来 没有人 我明白 那等于说那些 Binary Search Dynamic Programming 还有那些 什么 就是算法 我都要会是吗 Dynamic Programming 这个是自体处点 你不会 你面什么 就是这个 那那Recursive那些 都要会是吗 就Recursively 解一个东西是吗 这个不是你 你如果学Data Structure 或者是什么Leadcode 这不是最开始的课 学的东西吗 这些都要会 我可能想的不一样 我想是他会考我一些 OOP的东西 然后那些都不是 不是什么 就可能有些公司会考 但是那些公司 差一劲吧 我感觉 那等于说 2022年考OOP的东西 真的是 这不就跟 抱歉 那我总结一下 就是你觉得 就是我需要做的 就是做好准备 实习的工作 准备 就是要刷Leadcode 然后做算法题 还有就是上这个算法 和数据结构课 是这样吗 你不是已经 你不是已经22岁了 你之前没有上过吗 我之前没有 我之前是别的专业 通过别的专业移民了 然后才就是重新转码 因为受到你的启发 你现在是在读本科吗 还是在 对 现在是在读本科 但是它是一个 Pathway 就是说我其实可以选择 它比较灵活 可以选择 你先上这课吧 对你现在来说非常早 你就先把那课上了 然后你刷Leadcode 就可以去了 但是这些东西 你一定要会 跟你说dynamic programming 你不会说不过去 这个东西 行 我知道了 你不会说不过去 这个 就是还有一些什么 BinarySearch 不是 那个dynamic programming 对我来说有点困难 所以我 你刷题 你把那dp的题都Leadcode的列出来 然后你一个一个去做 从简单到南的去做 你总会 总会开窃的 我给他背下了 隔一周隔两周 你背下来也没有问题 我告诉你 背下来一点问题都没有 行 我一般都是做的比较繁琐 我一般先用bootforce 先解 解完之后再用 对 但是你没事的时候 你给他写一个bootforce 他就不让你过来 你必须要一写 就写最有解 他自用 你必须要开始就知道 最有解是怎么写的 因为这是个八股 这个就是我想问你的 因为你刚才说最有解 就是 我可能的话 就是按层写 就是一层给他解剖 然后一层一层写 所以 那你要跟那个interview 要有比较好的communication 要跟他讲 我先写个bootforce 然后再怎么改 问题你时间不够 一般一个题 比如说15分钟20分钟 你时间来得及 这样子 一个很麻烦的 你面没面过 就是人家 就是四十分钟 没有啊 所以我才问你 四十五分钟分道题 你第一道题 站了半小时 第二次 第三道题 你还有时间跟他聊吗 你没有时间了 对吧 那面试官一般 就是我写完这个 就是假如说我用Gioscript 或者Person写完之后 他会问我一些东西吗 还是说具体怎么 他肯定有一些follow up 如果他觉得要问的话 肯定有一些follow up 那他会不会让我 你要找个mokeinterview 什么之类的吧 这个 我告诉你 就最后一个 就很担心的地方 就是 你给Google投简历 Google会给你发一次文档 你把那文档 多了就都明白了 好吧 不是 当老师 就最后一点 就是 我确实没有面试过 我也很小心 然后的话 你建议我直接 可以投简历 是吗 我建议啊 就是小公司可以开始 你可以先拿他们释手 你小公 比如说 你现在投十份简历 Google 什么Facebook Amazon 最后三个 你前面先把七个 前面有七个follow screen interview 你先把他接过来 你先拿他们当电手啊 对吧 那如果到时候面试 最后一个问题 李昂老师 如果到时候面试的话 面试官让我 就是在白板上写的话 你觉得这样 这样合适吗 我很害怕 你是要onsite interview 什么 就是要飞过去 什么 现在没有 现在没有这种了 现在很多人都没有 回到办公室里面 那就好 那就好 因为他让我白板写的话 给你codepad 你写 他看着就可以 就这样子 行 我大概知道了 你先投一个 你先投简历行吧 这个你想太多了 我感觉 行 那我简历的话 我就 做一个简历模板 然后 然后做一个网站 看你的师兄 或者是朋友们 怎么写的 你就大概账毛画 我就行了 你都有枫叶卡 你不用担心 这种再小的小公司 就是什么加拿大 什么这个银行 那个银行 他总会缺人 总会给你 总会给你一个面试的 这个实际生 就是人肉电池 他们希望你来 他们不是不希望你来 实际生 人肉电池 他们希望你来 行 谢谢党老师 谢谢党老师 谢谢 那我闭卖了 非常感谢 好的 你好 我是想问一个关于医学的问题 就是刚才我看到那个 尼卡在麦上 所以我就申请发言 就是我想问一下 在美 就是考美国的职业医师考试 和考澳大利亚的 职业医师考试 哪更容易 但是职业律师是吗 职业医师 医师 职业医师是就是那个什么 step one step two 那个美国 那个是吗 对 没错 是的 我觉得你应该 我说实话 我不知道 就是你 应该国际现在有足够多的资料 我觉得那个说实话不是很难 如果你要你要好好准备的话 那个不是很难 好的 主要是我想 那个刚才问一下 那个尼卡老师 就是因为他在麦上 做一下比较 对他走了 你给他发自信也行 好的 好的 谢谢 但是他也不了解美国的说实话 就是说 我至少我知道 这个step one step two 无论你先考哪个 有人先考step two 有人先考step one 就是有人考下来了 就是你不用担心 那个东西 我觉得就是中国人考的 这个东西越来越多 对对对 是的 我看到了 对你不用担心 你如果有准备的话 你看 我觉得你的实用师姐 应该会这个资料 会更多一些 你问我们真的是 我们俩都是外航肯定的 他在澳大利亚 他不懂美国的这些东西 我估计 明白了 谢谢 好的 你好 我想先问一下 那个 我介绍一下我的背景 我本科是 我本科是 那个 985中的一个 然后自动化的 然后我现在 是在 复交这的一所中 你是上当大学的吗 你是上当大学的吗 我是呀 我一听口音就听出来了 你就在复交这的一个 正在读硕士是吧 读 是直播生 读博 然后那个 你是你是哪级的呀 我是现在是20 我是直播生 是20级的 就是你2016年 从读的山大是吧 不是 是 是电子科大 电子科大 好的好的 我本科是电子科大 好的 然后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是微电子专业嘛 但他做的是那种 偏 那种爱为材料 发文章 我想的是 先靠发文章 走NW去美国 然后 走NW以后 然后呢 在那边 找一个 博后的 两年时间 然后再 然后再上一个 UIUC的网课 之类的 再留下来 你觉得这可行吗 你得有NiW 你就不用 不用再做 博后了 你如果有NiW 排到的话 那个 因为我一开始 是想走NiW 然后再走EBA 但是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EBA 这个条件 好像有点 有点麻烦 就如果你想 攒到EBA EA的话 那个引用要达到 200左右 你现在 NiW 是 基本上 我还没开始 这 我如果 基本 基本那个 引用是差不多 够的是吧 对 如果第三年的话 引用差不多 你有NiW 你就直接 自己在家上个 两课就行了 你也不用去 做博后了 你做博后干嘛 就直接去就行了 这个是可行的是吧 应该是可行的 如果你在国内 我现在不知道 在国内怎么拍NiW 如果在国内 能拍NiW的话 应该没问题 主要是我们 那个专业 我们师兄有一个 师兄 今年走CSC去 因为UIUC 是我们学校 合作比较 深的一个学校 然后他今年 走CSC去 UIUC那边 交换都直接 被拒掉了 去广州签的时候 那个人 就没 因为他是CSC 应该 因为他是CSC吧 应该 跟这个 他说有可能 跟他本科专业有关 然后 他本科是哪个学校的呀 本科是湖南大学的 这个签 这个签拒掉就算了 但是你如果排到NiW 你就不用担心这些了呀 那我就是在这几年 读博的时候 准备IW顺便上 那个 上 上网课这种 你不要上 那个UIUC的网课 很贵呀 你上Georgia Tech 那个网课 那个才 七千刀 一万刀 那个总共加起来 七万人民币 那个 你UIUC可以上 你自己 你自己比较一下吧 这有网课的很多 你选便宜的就可以了 我是想主要是 拿到身份 你觉得这个方式能拿到 你不是排到NiW了吗 你还担心身份在哪呀 那个NiW要排很久 我看那个 现在在排到 要打 是的 我以为你是已经快排到了 是怎么着 没有没有 我还没开始申请 我准备三点几个时候申请 你现在上网课 你拿不到身份呀 网课没有OPT呀 是的 是的 就是你做post到 你那个是J1签证 你J1签证 你最后还是要回来 然后再去 再去大使馆 把那J1给wave掉 然后你再回去 这个很麻烦 但我想就是 拿这个两年当缓冲 然后就是 更多时间 在这个 我说话 两年当缓冲 你不如去 比如说去华为 或者去 不如说华为了 比如说去阿里 你干两年 其实这个对你是 career是一个 巨大的加分项 你做post到 其实对你来说 我们组有去华为的 但是我那个师兄说 去完华为 你就不能再去美国了 也不一定 不是一概而论的 说实话 所以说 我就说你要 小心华为 但是你去 比如说去阿里 去什么腾讯 如果有相关的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好的好的 但我不知道腾讯 招不招我们这个 专业的学生 你得好好找一找 一定一定 至少比什么 要比那个什么 比给人当post到要强 你干两年post到没有人认可 这等于说你这career 你又浪费两年 你已经博士毕业了 然后你又给人当post到 就不值当的 这东西 明白吗 因为可以当post到 说不定可以 就是再攒一些 直接就申请EBA EBA 你如果是 那如果还有很多人 申请不当的 对吧 就是做post到 然后你那个J1 也是你一个小累赘 那个东西 你觉得那个 是比较累赘吗 就J1 好 那不是个大累赘 但是J1是个小累赘 就是有可能 你wave掉它的时候 花你很多时间 花你几个月时间 但如果你 你已经时间 规划这么长远 你已经按年计算 三年五年计算 那几个月 其实也不是很重要 好的好的好的 立党老师 现在是大三升大四 美国top30的学校 双专业 DS加经济 好的好的 深研的话 考虑三个方向 DS BA 或者计量经济 您的建议是什么呢 我不了解计量经济 所以我真的 我给你提供不了太多 我觉得 我觉得BA版 BA和DS 我觉得差不多 你还是看哪个 每个program 我说实话 这两个 我真的不知道 这两个现在毕业之后 能干嘛 说实话 您是中国人 还是美国人的 中国人 我真的不了解 那俩毕业之后 现在能干嘛 主要是 就是您毕业的时候 能不能还 招不招人 我不好说 Data Science 确实已经很难了 对啊 就是今年 就觉得特别难 对 你不行 你读Computer Science 可以吗 就是看DS这个专业 在各个学校里面 特别乱 它在不同的学院下面 对 因为 因为这个是个特别火 就是2010年开始 Data Science 特别火 然后火起来了 然后你会发现 那个东西 到2022年 这个东西 已经没有那么火了 就是那个高峰 可能就2014 15年 之后早就过去了 然后 我是觉得那种项目 其实 学校开一个成本也很低 然后其实它也不能 不能给你保证什么东西 对 对 就是觉得这个项目太杂了 学校也 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个专业 有点水吧 觉得 是的 是的 我建议你还是不要 你可以先升Data Science 也可以升个 Computer Science 看一看 CS是吧 对的对 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 比如说你升NEU的 什么CS Align 你如果真的被你录取了 你考不考虑去 你肯定还是考虑去的 对不对 CS这个专业的话 像升的话 比如说专牌 靠前的 可能就升不上了吧 我们这个专业 你没有人看专牌了 Computer Science 就是UTL 专牌这么好的 也没有人去 什么UMAS Amherst 在Computer Science 很好 但是大家去的时候 它不倾向于 去这种学校 还有一些 不是Computer Engineering 特别好的 比如说什么 谁的母校 Texas C&M这种学校 你真的去了 你到你找工作的时候 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 这个就是人家 不是看专牌招人 对不对 要不然就是中国 所有的腾讯啊 什么阿里巴巴 就开始招兰州大学的 那些人同学去了 对不对 就这个不让人 专牌看的这个东西 那看什么呢 一个是地理位置 一个是你这个program 找工作的情况怎么样 有的学校就特别烂 或者说不是特别好 或者这个系特别小 但是他找工作非常好 有的学校特别大 然后这个系 找工作分别特别浓厚 然后也特别好 有的学校就觉得还不错 专牌也挺不错 然后你最后发现 找工作不太行 然后都是东韩小公司 什么之类的 因为他们和那个 真正的tech 距离比较远 是的 那我明白了 谢谢 好的 哈喽 我来分享两点 往我打扰一下力量 就是针对刚才一个是 有一个同学提到面试 找实习工作的这个 我能提供一些我的分享 首先就是你去面试 是分这个正式和实习 实习当然说也会那什么 coding 但是它的难度会稍微降低一些 如果你还没有去接触 这种算法 或者说你说DP 有些困难的话 推荐你加强一些 就刷LeadCode 包括CodeFalse TopCoder 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拓展一下你的思维 第二点就是你说 OOP 刚才立党老师也说了 OOP确实有些落后了 它可能会针对你简历上的一些技能 或者说你的一些 project来针对性的问你两点 实习工作没有那么严谨 不是说严谨 就是没有那么困难 它可能招人了 觉得你还合适 你的技能OK 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找正式的话 可能会有个五轮到六轮 除了最后一轮 或者说倒数最后两轮 没有coding的话 其余都有 难度的话 应该在LeadCode中等 或者说是hard 这种情况 我举例就比如说 Microsoft或者说PayPal 它会出一些确实比较难的题 很多人就会卡在第四轮 第五轮的coding上 但是你刚才所说 我先写一个 我能写得出来的 再一层层的去给它拆解 也是可以的 主要看你们两个聊的程度 你写一个最简单 但是能实现的 它会一步一步引导你 去来拆解你这个问题 优化 直到你优化不了 在这个过程中 也能体现你的很多能力 这是我分享第一个点 第二点就是 刚才有一个女生说 这个DS这个专业 利达老师说 他可能是从这个行业发展 我从这个业务角度来分析一下 因为在前几年的话 是属于各大业务 包括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 它都是一个业务扩张器 它那时候Data Science 它起现的作用 就是在做一个增量 但是现在确实 你包括昨天 华为老总说了一句 寒气来 要传递给每一个人 股市都开始下降 这就说明 已经从增量的这种市场 转化为存量市场了 确实包括国内去找Data Science 工作也不是特别好找 我推荐还是选专业的时候 谨慎一些 我挑学校的时候 我也去看了一些Data Science AI 包括这个Computer Science 我发现他们的课程 其实大差不差 从毕业的角度来说 应该都可以 那其实就可以选择Science OK 我分享就是这两点 感谢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是的 我其实就觉得 如果比如说 我说实话 有的人 就应该这么说吧 就是其实你 你开始写Google Force 也没有问题 但是 你要碰上老印 你就真死那儿了 老印就是觉得 就刁针一些 如果你要碰上 国人老大哥 那其实 问题不大 你可能 你没写出来 他都给你过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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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东西 比你解题要远重要的多 好的 我知道了 我正好认识学校 我在领域上 很多印度 印度人 跟我connection 应该 应该好说话 应该好说话 不是 印度人 朋友是好说话 但是你面试的时候 那个人不一定 对吧 到时候 印度人 先 我朋友 印度人 先找到工作 他找工作之后 直接 直接推我吧 我觉得应该 这样好一点 不是不是 印度人找 好的 你可以 不然怎么说了 我当然 都是老印 如果去了的话 你那个朋友 对你来说不错 但是里面 那些人 对你不一定怎么样 明白吗 是的 说根本天的 老印会害你 老印会害你 为什么呀 立党老师 我看他们挺努力的 就是会这样 你这是人多一些 就知道了 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来一个组 都是老中 然后不然来个印度人 你也会害他的 明白吗 哦 我不太了解 这些内幕 不好意思 谢谢 喂 李老师 我现在可以说了吧 你说一说 对 你好 就是我是那个 本科学校被办了 然后 博士 说博应该是在国内读的 然后 听不出 你那个麦克风 有点问题啊 你把那个麦克风 近一点 我觉得大家听不见 我还听不见 哦 OK 现在呢 嗯 好了 好了 啊 对 就是 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那个 关于留学方面的事 就是我本科学校被办了 然后 你还是近一点 真的听不见 你麦克风怎么回事啊 我有个耳机啊 你把耳机去掉 你是用AirPods吗 我跟你说 不要用AirPods OK OK 你的降噪效果会影响这个质量的 大家都听不清楚 是这么多人在房间的对吧 你要说的清楚点 哈喽 老师 我把那个 麦克风取掉 嗯 对 就是我本科学校是 被办了 然后就是 硕博呢 应该是在清华读的 然后 那个 以后的工作 能不能去 去美国 然后会不会被 那硕博是在清华读的 是吗 好的 就是 你 然后你以后干嘛 以后想去国外 比如说生活 或者说工作啥的 就是 不知道 现在还 就是 又会被 本科学校 就是牵制 你只要不去美国 就没有问题 这只是 Donald Trump 在美国去 换掉你 其他 因为新加坡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没有人管你 就是Donald Trump 自己有问题 自己闹这个问题 你不用管那些人 行 那 那就是 那就是 美国就没办法去了 是吧 工签也不行吗 可以去 可以去 你拿到加拿大国籍 比如说 你想 你拿加拿大入籍 比如说 大概需要三三五年时间 拿到之后 你就随便来美国了 没有人管你那个东西了 OK 好嘞 谢谢 你只 不是 你如果让美国找工作 其实也没有问题 工签也没有问题 只不过是F1的签证 是给大家的 就是F1的 也不是百分之百来你 然后比如说H1B 也不是百分之百的 让你过 这些东西都不一定 行 好的 但是我建议你就是说 如果比如说 你还能找到 直接找到美国工作 你直接去 是没问题的 比如说你是L1签证过去 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你现在是 比如说你直接抽到H1B 应该大差不差 你本科在哪里 我本科是北游的通信 北游的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说实话 这个东西 我觉得以后会有变数的 就这东西大家都知道 没有用你一个本科生 你就在北游读 你本科 你也偷不了什么东西 确实 我觉得以后会有转机 我觉得这东西 对吧 好了 行 好 谢谢丽老师 反正F1签证是 F1和J1签证 你应该是不太行 但是其他的 你找机会吧 我觉得 找机会多问律师 我说的也不是正 不一定是正确的 然后也多看新闻 新闻如果随时有转机的 都有可能有变化 对吧 好嘞 好嘞 谢谢老师 现在朋友有什么 要问的问题吗 没有 我快买了 我也快吃完饭了 我继续上班去了 这个有一个 是1993 有什么要说的 你好 可以听见吗 你直接说 我刚才问你 反正你也不理我 你说吧 我想问一下 那个online的CS 这个master 我现在看的主要是英国的那边 因为英国那边申请的 可能比较容易一些 我想以后 就是先升英国那边一个学校的onlineCS 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再升美国的那边 就是公立学校的那种 就是线下 master 这种的话 英国那边onlineCS的认可度怎么样 在美国 你就是看排名 就是看排名 我也不知道 这不好说 就一个学校里 有一堆人给你审核你的材料 每个人心里 可能都觉得不太一样 有的人就觉得 听好 有的人觉得不怎么样 这个都有可能 就是还是看 就是onlineCS 那个课程那个学校排名 是吧 也不一定 哎呀 怎么说 多种 多种因素 是吧 就跟你说 清华的教授 招不招什么什么 比如说 天津大学的 比如说清华这个教授 就觉得我觉得天大不错 那个教授就觉得 我觉得天大不怎么样 那个教授就说 我没听过天大的 就这个都有可能 这个东西 哪有说 这么一个 美国大学 对英国大学的认可度 这个东西 太宽泛了 这东西 完全不存在 这个概念 对吧 我明白了 总体来说 我觉得认可是比较多的 就是 每个人都有几个 在英国读过书的朋友 或者是英国来的朋友 就是基本上 大家可能 好的需要 大材不差 大家都知道 但是你为什么要 你不是直接去美国读一个呢 我钱不够 我最近应该是钱不够 因为英国那边比较便宜 你目标最后是在美国工作是吗 对 最终目标 如果有机会的话 就是想去美国 如果没有的话 就可能看看欧洲吧 因为我现在是在日本 你有多少钱啊 你说人民币吗 人民币啊 人民币的话 我现在可能只有40万人民币 够了呀 这 这怎么不够啊 这个 但是呢 那个 我看了您推荐 那个美国 那个学校的 那个 但是他要求托福成绩嘛 我现在可能就是 托福成绩 是半会儿考不下来 你是说 对对对 是那个 你考Dualingo也可以啊 Dualingo 是吗 我昨天查的时候 他好像是 招不上去 但其他学校 可以要Dualingo 你给钱多一点 你给 你给钱多一点 然后直接到美国的 这个 on campus上一个 computer science master 那那我再 我再搜一下 全美国 只有这个 Georgia Tech 这个不要Dualingo 明白吗 其他几乎所有的 学校 2022年 还是要 接受你Dualingo 只要你考下来了 你就可以直接 升那些学校 就那些学校 就40万 肯定是够的 告诉你 就是你如果 中间有一段 比如说你是中间实习 你还能赚回来 一万一万 十万多吧 可能 好的 主要是我是 那个文科出身嘛 文科出身 然后没有CAC背景 就感觉身体 那不太行 那不太行 你还有一点背景 对 英国那边 就是 可能比较容易 或者在日本 也没有太容易 英国可能 这学校都大事不差的 都希望你有一些 computer science背景 好的 我查一下 好像有一些 好像是日本这边的 那个online 你得挨过去看 你得挨过去看 学校怎么样 就是 看他们这个怎么样 好的 好的 谢谢 有的人就直接给你发销件了 说你这个 你要多修点什么 computer science课 因为你好多课 你没有修过 他就他就 他就给你说 先不考虑你了 你可能修过课 就给你这机会 好的 好的 我去多 多方面搜一下 我现在也有一点 在日本 就有点 想去别的国家吧 对 好的 好的 你能难道日本国籍的话 其实 好 我不下出主意了 这个我不了解 我不知道日本国籍 到美国有没有什么 日本不允许双重国籍 是这样 你日本不允许双重国籍 你拿日本国籍之后 你到美国拿一什么签证 就可以工作了 但是我觉得 我从我个人来讲 我说我觉得 我没有办法 接受我自己 是日本国籍 好的 那就算了 就算了 我觉得我都可以 这是自由意识 这是自由意识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你拿了日本国籍 然后你可以拿中国香港的国籍 然后你随时可以推掉一个 香港可以吗 香港感觉 是需要你 我记得香港是你 你只要在那连续工作 或者是什么学习 留学家工作 我不知道这个你要问律师 这个也是很技术的一个问题 我也不懂这个 但是我有些人这么操作的可能 我现在是拿了日本的PR 就是日本的永久居留 等国籍还是中国 我觉得你现在不是说 你是什么什么大学毕业之后 你可以随便的在国内 拿一个什么中国的绿卡吗 那个其实跟国籍一样 而且你想入籍 也是很简单的事 我入籍我不满他们那个资格 他那个资格要求几年之内 就是不回中国 这个我不满足 如果要升的话 可能还要再等个三四年才可以 那你自己判断吧 这个你自己判断吧 好的 谢谢 没事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说的那些读的那些本科什么的 我觉得我这个学习不太好 我想问一下美国的现在EB3移民靠谱吗 十年 这个靠谱吧 靠谱了 靠谱了 只要你有耐心等 是不是就可以到十年之后拿到绿卡 然后去干一年活 然后再入籍再过五年 你的那个 你是在美国找到 有人给你offer了什么 没有 我现在没在美国 我现在在法国 但是我想 EB3是有雇主给你担保 你得在美国先找到这上班 你得 我现在中介 我现在在中国找一个中介 可以吧 就是比如说一些开肌肉 这种移民 这种雇主担保 都没有移民中介的 这种 这种还要来都是重罪 你是EB3是那种 你就在中国 然后你是中国的一个本科 本科 然后什么的 你没有在美国读书 然后你比如说去微软 或者去Facebook 然后你去那里拍一个 你那在那里工作了 然后拿到L1或者什么H1B 总是拿到什么东西之后 去那里去工作 工作几年 可以拿 他就开始立刻给你拍EB3 不是说你这种 愣拍一个 这是不行的 是这样 好的 那我明白了 谢谢 你得找这上个班去行吗 先 不 我现在没在美国 我现在 就是说 你得在美国找这上个班 你才能有可能考虑 这个EB3 明白吗 有雇主愿意给我担保 是吗 有雇主 雇你了 而且愿意给你担保 好吧 你先你先找这上班去吧 行吗 就是说你先 行 行行行 我明白了 王餐长来了 王餐长来了 我赶紧 可能可能我要 可能王餐长纠正我 可能是 哦 你可以有day one cbt 对了 你可以有day one cbt 好 其他有没有什么 我想补充 就今天正好听到 就是他刚才讲 那个EB3 不是我们普通生的EB3 就是不是你普通 找工作的 那个advance degree 他那个EB3 是unskilled walker 就是非技术营养 就国内有专门的中介 他刚才讲肌肉厂 你肌肉厂 我都知道 就是在北卡和海尔 对 但很苦 很苦 都不是苦 苦不是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这个最大的坑就在于 十年 之内 这个公司不倒闭 然后这个 这个人员没有 没有什么变动啊 什么的 就是 他那个坑其实很大的 他只是卖给你一个 十年以后的梦想而已 而且他那个 是大概三四十万 我都很清楚 国内有三家中介 是在做EB3的项目 他们的源头 都是西雅图的一个律所 这个我都认识了 就是 这个 这个是EB3是 对于中国人 是很不合适的 对其他很多国家 是很合适的 因为中国人有排期 其他的很多 比如说找 找一个法国媳妇 就可以没有排期 对 对 我这边找我咨询的人 你是中国出生的 你也要排 不是 就是他 如果你的配偶 我这边就有配偶 他的是 那个台湾的 就可以了 就不用了 好的 我知道 我知道这个 主要是十年的梦想 总结一下 就是说 我看到EB3的 都是那些 比如说在微软 或者在Facebook 就本科毕业直接来 他就指定了 在微软的那个组 或者那个公司里面 去干十年 那这个对他来说 非常合适 他就等着就行了 对其他人来说 那你自己考虑吧 对吧 你要是什么 去一个小公司 或者是怎么样的 那个会很难 就基本等十年的时候 这公司基本都黄了 是吧 是这意思 你可以跳 你可以跳 但EB3跳了之后 也不用重牌 可以直接续上码 好吧 你要问律师这个东西 这个非常技术的东西 哎呀 这么技术的东西 你得先自己做好research 对吧 律师肯定跟我说 没问题 十年等着就好 只不过 他跟我说的是 工厂黄了 那肯定是 怎么说 就肯定是个梦想 你说实话 这个也超出 我估计 我估计王探长 他也 就他可能也是听过 没有 EB3我是很清楚的 虽然我这几个月 也没有怎么写 这个东西 我是非常清楚 他的那个 就是 我已经叫得出来了 就规避 规避排施 就可以 真的 是CF影机场 我这都知道了 好的 那好的 那我私了 你私了 也不用私了我 就是我也不做这个 就是你 如果你是真的普通人 你就不要走EB3 你就走 其他的 更简单的方法就好了 而且这个 费用比这个还低 而且你直接就可以来 什么更简单的方法 就是 就是拿那个公卡 你看王探长的那个 有个网站 然后他也写了一些东西 你可以直接看就可以了 好的 你关注完他之后 就可以看到了 好的 谢谢你 谢谢你 立朗老师 能听到我说话吗 直接说 看一下李仪 不要 不要 上面以后问 能不能听到 然后保证 蛮有风质量 然后简单发现 好吧 好的 我想问 我现在就是 马上要入学的 大一精神 然后我准备 就是大三 转学去美国 然后我想知道 如果 在美国读完 就是后两年本科 能不能 有可能找到工作 没有问题 为什么找不到 可以能能找到 能找到吗 我问了别人 别人都说 这个有困难 我在国内 有什么困难 有什么困难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呀 计算机 那你有什么困难 你有什么困难 没有困难 没有困难 是吗 只要能够提 能够面试 就没有问题 好的 那我就有点放心 谢谢老师 你好 立朗老师 直接说 我想请问一下 我现在是在温哥华 然后就是无业状态 然后我的本科是学的经济 然后就这个专业 没有什么对口的 也就是不太好 找工作 就找不到工作一直 然后现在就是想转码 但是我现在已经有PR卡 已经拿到风险卡 现在就是在想 是要再上一个 因为本科应该不太现实 因为我已经28岁了 就是在上一个 那个college 那个certificate 拿一个就可以了 就读一个college 以后certificate就好了 是吗 就是像上那种 bootcamp 这种行吗 也行 你花钱 要花钱就别上了 要花钱 或者少花点钱 你和我很像 你和我很像 这个温哥华老哥 那个啥 你可以 你可以拿一个social degree college也行 然后拿完之后 你给你的简历 polish一下 然后做个小网站 然后你就能转码了 有可多华人的小公司 我看都要人 你可以申请试试 问题不大 就是还是 就是还是建议 读一个college 对吧 你还是 有的人 我是觉得你读master 可能比如说 花的时间多 然后经历压力表达 你就读college挺好的 对 我也是这样 因为college 因为像BC省的话 应该就是BCIT的 因为不知道它是一年还是两年 因为我是之前从曼城过来的 我之前在曼城的一亿的民 然后就来到这边 曼城曼金托巴 对 你在哪里都college 应该都没有问题 哪怕去antorio也可以 对 因为我是想的 稍微时间短一点 然后尽量找到工作 因为也出来这么多年了 就花钱 花的挺多的 已经花家里的钱 现在回头想花家里的钱了 那就是college 然后找一个快点 可以college college 修得足够快的话 应该没有太多的问题 就你修得足够 多修一点 然后快一点 然后多刷题 因为之前我是想 那个 就挺感兴趣 那个data analyst的这个专业 然后就是我听 看到你们在说 就这个 现在已经不好找工作了 因为我一直在咨询 因为外边有人开的课 就是七八千 大概 然后两三个月 然后讲了这些东西的 七八千两三个月 对 是不是 不太靠谱 但是他们就针对这种找工作的 就是你能找完 就是让你直接 我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靠不靠谱 他们就讲这种seq 就这些技术 就是seq 这些你免费 你不也可以学吗 你干嘛这跟他学 对 但是 但是就自己学 就感觉就是 没有那么多方向感 就是 不是 我不给你免费 那个什么课 这个课 那个课 都列出来 你们去YouTube看就行了 YouTube YouTube 让人看 seq 对 seq 然后 Excel VBA 这些的 table 这些 如果自己 就是说 以我自己的 自己能学的 能学下来去找工作 就是自己能办到的话 我觉得 那肯定 我觉得你都有 你都有PR 你都有PR了 你在加拿大不用担心 就没有PR的人 就是说实话 就是 没有PR 我可以 我可以直接教你 老哥 你要上学 你也听我说 上学 我直接帮你 没有问题 我在 我在 我先说 就是说 你有PR的人 你就不用担心这些东西 好嘞 首先 先谢谢这个老弟 因为 李朗老师 我是啥 因为啥 担心啥吧 因为我现在大概 已经三四个月 没有正常办法 你的全职工作了 然后 就现在比较焦虑 如果我觉得 再找到一份考虑工作 我可能就要考虑回国了 对吧 你懂我意思吗 就现在 就出于这个状态 就是因为自己养活 养活不了自己了 现在有点 尤其在温哥华这个地方 所以就比较焦虑现在 我觉得温哥华那地方 说实话 我觉得那地方 我都养活不了自己 我至少 我都不认可 我都绝对不认 逃那么贵的房租 去在那住着 对 因为 就你先好好 你如果读一个一年 或者一年 或者什么的考虑 是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 你读 你本科学什么 学经济什么 对就经济 你在哪里读的本科 是在 就是加拿大 这个曼尼托巴大学 对 也是一个 就一博类大学 挺贵的 四年读下来 对 四五年 对 反正花了不少钱了 已经 现在 现在还挣不了钱 就贼焦虑 我只能说你尽量去学 我觉得 你自己有点压力 尽量去学就可以了 还是多学点 是吧 然后还是读个college 靠谱一点 我也这么觉得 都行 我说实话 如果你自制力 够强的话 你是一分钱都不用花 就看YouTube 这么多好的课程 对 找一个 你就是对Data Science 感兴趣 你按照一个roadmap 一节课去学 有三个月 六五月 绝对能学完 是吧 那我就 那我可以考虑 这个是你自己 我不了解你的背景 我不管你学习能力怎么样 我不敢给你下宝票 如果对于我来说 就那个东西 或者对于一个学习能力足够的人来说 你学来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学校来的话 我没有CS背景的话 找这个工作也是OK的吗 小公司肯定没有问题 因为他现在绝对 绝对意义上来说 都是缺人的 都还是缺人 因为现在我看温哥华 整个这个需要 就是DA这个职位 大概就二三百个吧 三百个左右 是的 就是DA肯定是不缺人的 DA是不缺人 那就是还是 就是往前端这方面 做好一点 对吧 你可以学前端学后端也都可以 喜欢干嘛就干嘛 就这俩 你如果没有偏好的话 前端是没有问题的 好嘞 谢谢你 那我就再再回去 一会儿再 你如果DA 或者Data Engineering 我可以Data Engineering比较难 就是Data Scientist 你可以 你就直接升 我不好说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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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哥华现在怎么样 我说实话 你要问问周围人 我这个 我不能给你一个确定答案 好嘞 好嘞 谢谢您 谢谢您 好 谢谢您 谢谢您 李导老师 好 我一会儿找了一个老弟 聊一聊 好的 还有没有其他朋友 没有的话 我过分了 李导是这样的 就是我现在如果想去美国 读一个研究生的话 就我看了你的推特上 YouTube 然后就是排名往后一点的 我可能好点的话 能申请到一个top80100这样 差一点的话 就是100往后120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生 然后我本科也是CS的 不是研究生 我还是想申请CS 然后我的留学中介跟我说 就是如果你读100名以后的学校 在美国的话 是找不到工作的 是这样的吗 全是放屁 就是哪怕我申请一个差一点的 100多名的 哪个公司上到大学的排名去 不许取人的 他说如果你是什么 他说就你 如果你就比方 我想申请什么 实习新泽西理工 西雅图大学 就这种级别的 100来名100以后 他说你的公司 看到你的简历的时候 就会从 因为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就会直接把你刷掉 会这样吗 你咨询的中介在美国 有没有投过简历 应该没有 就是在中国办的留学中学 我是这样的 就是看看人需不缺人 不缺人的时候 什么人都得要 缺人的时候 连斯坦福德都不要了 不缺人的时候 连斯坦福德都不要 缺人的时候 什么人都不要 但简单来说 确实学校若差一些的话 你有很大 有的H2 或者是有的 比如说 保尔比较高一些 或者比较经济激烈的公司 就会把你刷掉 这个毫无疑问 这个肯定会有 但是不会找不到工作的 因为美国不是只有Google 不是只有Amazon 美国每年有200多万个 Soft engineer的岗位出来 有相当 比如10% 20% 都是给sponsorship 就是给你签证的 这种 你怎么着 你好好投简历 你也能找到一个 几十万几十万的岗位 都是等着外国人来做 你本科哪里的 我本科就是国内一个 普通二本的 那个哪个学校 保定学院 首先 谁跟你说的 一定会在一百名以后的学校 你GPA多少 因为我GPA只有3.1 3.1多一点 够了 好了 我觉得你不要听中介说了 就是说 首先 你要好好收 好好包装 对吧 你首先想的事 你要尽可能 尽你最大能力 去升一个好的学校 对吧 你现在有工作经验吗 现在有着上班吗 现在 没有 我现在还是大三 你去什么阿里 去什么Buy Dance 去实习一下 或者有那种场 我们学校去实习的话 基本就pass掉了 就有一些比较大的厂 或者是做一些open source 这些项目也可以 就你简直上有点什么东西 你就能 你就能见前五十 前几十年学校 你就可以了 因为我 我就是在那个 比如说前六十 那个学校毕业的 我知道那里面的人 都是什么德性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懂我意思吗 你去那里一看 里面有的就是什么 刚刚那个高职 升个本的那种学校都有 好多 我明白 我明白 你还是要 是在认为这个事情 你不是说学校 或者学校 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你当然要聘学校GPA的 你有一堆其他东西的时候 学校GPA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明白吗 我明白了 就美国更看中 个人能力和小背景 有的人其他看不懂什么东西 当然要看学校GPA 但是你要自己 创造这机会 你问吗 就是说大部分人的时候 申请的时候 都是什么都没有 但你可以有点东西 明白吗 好 你做点什么 开业项目 或者是参加一些什么 conference 组织一些会议 或者是什么 都是可以的 或者发一篇论文 发几篇paypal 你现在才大三 你不还有一年半的机会了 对吧 对 你就一年半 你干嘛 你抓到什么 也能抓到出来 一个名堂出来 对吧 你就自己抓到去吧 行 好 谢谢 哈喽 我来 简单从技术方向来回答一下 刚才同学的问题 首先 学校确实不是特别的好 在国内找实习的话 可能有些困难 立党老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向 就参与开业项目 我当时本科的时候 学校也不是特别的好 是因为参与了 什么gethub上关于大数据方向的 一个项目 然后进入到了一个不错的公司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其次你投实习的话 投部公司确实是非常困难 你现在简历基本上就过不了了 你可以去投那种中流的公司 比如说 举个例子 搜狐 比如说爱奇艺 如果这种的话 简历还要被刷的话 你要考虑一下 是否简历出问题 或者说再往下 去一个档次 因为你在保定 那你可以考虑一下天津或北京小公司的实习 我有的同学 就是直接找了一个北京不知名公司 然后直接去实习 每个月的工资大概在8000到1万左右 这个工作机会肯定是有的 不要那么说觉得学校怎么样 其次的话 我推荐你还是要刷一刷你的GPA 3.1的话 不算是特别的高 其次你申请了这些东西 和你到那边读大学 假如你到那边读大学 再从大学里毕业去找工作 和你现在来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你与其担心之后的工作 不如说你去升一个好的学校 包装一下自己 拿出来一部分时间去学习英语 去学习Calling 去参与开源项目 丰富自己的简历 等到时候或许工作就没有那么难找了 你的担心我认为就是完全没有什么必要的 刚才那宝定的哥们你还在吗 OK就算了 没事 就宝定有很多好的公司 我说实话 我之前有一些customer 他们就在宝定 然后我知道有些非常不错的公司 如果他在的话 我跟他说一下 如果不在就算了 我记得宝定好像有个长城 什么叫长城 汽车好像也招这种 什么工程师之类的 如果是偏激的 你可能工资会低一点 但实习也不就三四千四五千的样子 我说实话 你实习做好 做有一些有意思的项目 或者有些impact的东西 你就你不要钱 你又就怎么样 或者就那个东西 很实际很大 你如果 你如果比如说你那个东西 真的open source 出来了之后怎么样 但是我说实话 刚才那个同学的记点 真的有点低 三年一升 美国前一百 可以吗 我只怀疑太多 前一百有很多很差的 比如说 我跟你说 这么说吧 Santa Clara University 你猜他排第几 他排第四十多 而且我现在主要在国内 包括我才大学毕业两三年的样子 我对于这个学校还比较了解 就是保定学院 大概是网牌在四百多名 我如果说中介感 大家都不知道 你拿保定学院跟生大学放在一起 可能很多学校就是 很多committee就分不清楚 哪个是哪个了 OK OK 这一部分正好 我跟你说 你感觉 你这个是 在中国前十大 然后十大二十大 然后二十多的 到一百的四百的 感觉好像挺什么的 但人家眼里什么都不是 人家没有空 人家是全世界各地的学校 不可能说中国看一遍排名 然后伊朗看一遍排名 俄罗斯看一遍排名 然后什么印度看一遍排名 什么越南看 没有这个功夫 都把你排名背下来 可能就是大概看个差不多的 就是什么档次的 比如说就是 比如说就是 清华北大是一个档次的 然后之后比如说 之后的这个 浙大上交复担可能不错 然后中科大什么不错 然后之后剩下的几个 五六个学校差不多 剩下的他就记不住了这些东西 真记不住 我对美国可能不太了解 但是英国这边 比如说各个大学 都会有一个优先 中国的优先学校列表 是的 就是在里面 那个列表之后的 就是那个列表也不会很长 就是 OK OK 比如前五前十 前二十 前三十就完了 三十之后的 谁都记不住 三十到一百 一四百的 可能在他眼里是一样的 就 原来这样 英国那边列的特别细 他能列到那个什么 985211 我跟你说列的那么细 你真正你录 那个admission 这个office里面 那个 那个committee member 他也看不到那么细 你给他一个表 他看不进去的这些东西 他每天忙着呢 他看你这个 他看你这些 这个 这个 这个材料 他能看几分钟 他不可能是一个一个 对照的去看的 OK 这是学到了 我还以为 他们搞得很严肃 你如果看别人 你如果比如说 你做一个那个HR 或者你在那个 那个office里面工作过 或者做过志愿者 或者是你真的在看人简历 然后你有这感觉 就是一个人 拿出来一个东西 如果一份简历 我说实话 你花一分钟 看得就很腻了 人家 你那个application 你那个可能是有十几个 包括生计单 包括这个 托福GRE 什么这个成绩 那个成绩的 他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看 他一次有几百份的 可能就是有两三个人 三四个人去看一下 他没有这个时间 他没有时间去按照 那个列表去对 你把他们想的太正规 太正式了 他们不是什么一个 正式的一个机构 那个就是 他们自己还要忙 学生的工作 还要忙这个工作 还要忙那个工作 还要什么什么 background check 还要看你这个 看你那个 他没有这个时间 去看你这么多 把你帮到这个东西 明白吗 OK 你如果他每个人在学校 都要去列表 然后花个五分钟时间看 他没 他就 他一天就别干别的了 但光中国的学生 一个一个查在列表 就完事了 他不是 他不是 不是所有学校 都能做到这一点的 甚至说 其实这部分应该是他应该听一听的 就跟所有人都说吧 就是说 好像有人说什么 这个列表 就如果有的是 比如说有的是中国的教授 看一眼 帮你看一眼 或者怎么样 他可能觉得 这个不错 或者那个不太行 这个还好一点 这个是我校友 好多人他也不看 他就是 有谁看就谁看了 然后就给你分这些 给他分这些 他就真看不懂这些东西 你都把他想的太哲业 都拿他当作一个 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程序 然后严格按照这个程序去 对 他那个人 他那个人是人 他没有那么大其中精力 比如让你来看 你有一千份的简历 然后你 你比如说现在对你来说 你有一个墨西哥的前200的学校去排名 你一个一个需要单词 字母都不认识的情况下 你一个一个去对 你也受不了这个工作 他们也受不了 那可能就是你的 就是你的一些其他附加信息 会优先于 优先于学校吗 还是怎么样 当然会的 你那个personal statement是干什么 就是为了让你看亮点 我有一个open 我学校不太好 我GPS很一般 我一个很好的open source 一个项目 然后我立的一个什么project 然后我干了什么事情 我什么帮忙 帮忙那个什么 host一个conference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亮点 那个学校中心太不重要了 你这些东西都没有的时候 你才看学校和GPS了 明白吗 大部分人是什么 真什么都没有 ok ok 那我也觉得 我自己是希望大家明白 这个这个这个点 这个这个点很重要 因为 好了好了 还有没有其他朋友要问 没有的话 我关房了 我要 我要洗个洗个澡 然后然后继续干活去了 我今天已经吃饭 吃了好久 好久了 今天这顿饭 一直在开卖 立党老师你好 我想问一下 这个 我现在是 你说 我现在是 三十多岁了 然后我学的是临床医学 然后有结婚了 有小孩 然后我想 去美国 然后我之前是 我是硕士嘛 就学历比较低 然后在这个国内做了三年医生 然后因为一些社会原因吧 然后去了 去了这个国内的一家比较大的药企 应该是国内排名第一 然后后来调查去了 现在这个也是在国际上比较有名的一个药企 是做这个上市前临床医学研究的 然后想去美国 然后跟这几年跟同事也聊了 发现我们这个岗位 或者说我们国内的这个选择 去美国可能没有人要 或者不太好找工作 是这样的吗 您就是说这个临床试验的那个 你就是在国内做临床试验的是吗 我这个工作内容主要是做 国内的这个药理分析 药学分析和它的试验结果 还有它的入除审核之类的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一个药 它从17到17 它已经发现了这个整个过程 对 您也知道 您也知道它为什么放在中国 还是因为中国相对便宜一些 对吧 就是这个东西 它在美国其实也不缺人 你好 我和你的情况比较像 我也是读临床医学的 然后如果说你想去美国的话 可以考美国的职业医师资格证 刚才你没有听他说话 他说他是硕士毕业 他没有拿到国内的PhD的学位 或者MD的学位 他说他没有拿到 我想说就是考这个的话 那个门槛就只要是有本科的 本科的临床医学的MBBS学位 就可以了 然后你就可以去考 然后我还想问一下 那个死人一个问题 就是你在 因为我将来也面临的就业 就是我指的是 我想问一下 你在那个药企公司的话 那个工资怎么样 就是我没有打听过 但是你正好你说你在这里工作 所以我想问一下 上市前还好吧 就是够我们一家生活问题不大 然后存点钱还是可以的 但是你说要有大的发展 估计不行 因为比如说像国内前三的 上市前其实都比较吃经验 然后特别是你有global的经验 能够去跟FDA打邮件站 这种就会可能工资会稍微高一点 但是你说墨沙东这种博士体招 这种福利又很好 因为我去试过面试墨沙东上海 就是就怎么说呢 就学历直接就给你pass掉了 因为我只是一个硕士 我想问一下 那个墨沙东上海的话 如果他的那个工资是多少 能大概透一下吗 不太好说 但我知道一个范围 就是如果是一个比较有经验的话 就是越可以达到八到十往上走 如果你只是就是一般的公司 比如说国内有某一些上市公司 前三前五的这种 你就是做global项目 你就是等于是给国外的 这个这个临床医学 做这个support的这种就是苦力 就是刚才利达老师说的人肉电池 所以我们才有这个这个这个想法 我想问一下 那个如果是就是一直都是做 都是上临床医学 如果去这些公司入职的话 我需要做些什么准备呢 现在招的话 你必须要有医生背景 就是你干过医生 必须的 如果是就是上学的话 如果像博士毕业了以后 去的话没有临床经验 不是没有临床经验 就光是有个归配症的话 这个这个 归配不用讲了 归配大家都知道的对吧 你就是你已经不是人肉电池了 你就是天赋 光有归配症不行 也是可以的是吗 不行 哦不行是吗 对好吧 小要期也可以 就是就是如果你要去同步的话 比如说前五前十就不用想了 更不用说 更不用说外期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 就是我读的这个文科和硕士这个学校 已经被 已经被美国犯掉了 就是他不承认这个 这个学校的学历 所以之前 18年19年制裁的那一批 就现在我是一个无学历的人 如果在国外的话 不过你可以查一下 如果你想跑到美国去 用刚才那个方法 靠职业医师的话 你可以去查一下 那个那个名单 并不是说是 并不说是像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就是很多很多他们那个 以前的二本三本 还有甚至专身本的都可以报名 因为有家庭 有比较大的顾虑 所以想采取一种稳妥的方式 如果我们去过去的话 再考个职业医师 第一个我怕我家里资金不够 然后第二个 就时间线拉得太长 我自己可能也会失去信心 时间线可能两年三年 如果全职的话 可能是两年三年就可以够 但是如果是那个 就是一边工作 一边一边准备的话 我不知道多久 然后那个钱的话 我不知道现在机票 机票 机票